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公安部等六部门召开打击 骗取留底退税工作推进会 国家税务总局透露了最新的留底退税情况 数据显示 4月1号到5月10号 已有9138亿元留底税款 退至149.5万户纳税人账户 其中中小微企业户数占比达到99.3% 退税金额占比达到72.7% 再加上一季度继续实施此前出台的留底退税老政策 退税1233亿元 1月1号到5月10号 共有10371亿元退至纳税人账户 为企业纾困解难 提振市场主体信心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外在推进会上 六部门明确将把打击留底骗税 作为常态化打击工作的重中之重 据介绍 六部门协同联动 对留底骗税违法行为 坚持露头就打 打早打小 打准打狠 4月1号至5月10号 以立案检查 涉嫌骗取留底退税企业1800余户 以查实448户企业 存在骗取或违规取得留底退税 涉及留底退税款8.22亿元 下一步 六部门将继续发挥 常态化打击虚开骗税 违法犯罪工作机制作用 把打击留底骗税作为六部门 常态化打击工作的重点 聚焦团伙式跨区域 虚开发票 虚增进向 骗取留底退税 恶意造假 骗取留底退税等 违法犯罪行为 切实将资金 退给符合条件 合法经营的企业 为留底退税政策 落快落准 落稳落好 保驾护航 最大限度发挥政策 正效应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